现在,香港公共图书馆的电子书不但可以看,还可以听。 南索斯线上有声图书馆提供丰富的文学经典有声书, 当中包括文学、诗作、非小说、戏剧等不同类别作品。 作品以英语串流播放为主, 也有部分以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串流播放。 大部分作品附设全文同步荧幕显示, 读者可以边阅读莎士比亚、迪根斯等文学大师优雅的作品, 边聆听朗读。 这样,读者就能够同时提升阅读、聆听及发音的能力。 如果你是图书馆已登记用户, 只需要跟从以下简单三部曲, 就可以轻松免费地使用拿索斯线上有声图书馆的资源。 第一步,登入电子资源。 首先,打开香港公共图书馆网页, 点击探索馆藏资源, 再点击电子书, 选择拿索斯线上有声图书馆。 然后按照指示, 登入图书馆网上账户。 成功后就可以开始探索拿索斯线上有声图书馆。 第二步,探索有声书。 首先,你可以按顶部的New Releases或Recent Editions, 找到新增或最近添加的书。 也可以在旁边的选单按类别和语言分类, 挑选电子书。 例如,你想看英文儿童故事书, 你可以选择English Titles下方的Junior Classic Fiction类别, 然后选择感兴趣的有声书书名, 就可以开始查阅有声书的章节以便收听。 另外,也可以用书名、作者等关键字搜寻。 例如,你想看莎士比亚的作品, 只需要在Keyword Search方格内输入William Shakespeare。 看到有兴趣的有声书, 按下书名, 就可以开始查阅有声书的章节。 如果你想进行更精准的搜寻, 可以按Advanced Search, 使用进阶搜索。 第三步,播放有声书。 选择并进入有声书页面之后, 可以根据目录内的标题, 挑选有兴趣的部分内容。 勾选旁边方格后, 再按Play Selections。 你也可以直接按Play All, 抽听有声书的所有内容。 你也可以到这个网页了解香港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其他电子资料库及电子书。 participativa来简直后, 由于搜索位置欣已来周абат付说明室的所有ked砂库孔要 。 中文字幕至 impacts Kylie solu portraits。 感谢观看